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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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案件其实很简单的 就是今年5月21号 那个美国联邦调查局FBI的十几位探员 清早六点半到他们家 打开他们家门之后呢 让他们举起手来站在那里搜查 搜查完之后就把西小星靠上手铐带走了 带走了之后十万美元保释 保释出来之后呢 给他的这个控罪的证据就很严重 说他盗窃商业机密 为自己争取谋取利益 那么最高可以判的80年的徒刑 罚款100万美元 那么当时的主要证据是四个电邮 第一个电邮是这个 西小星跟中国方面说 好 我已经把这个 这个device就这件东西 送到你们那去了 剩下几个电邮就说 这件东西是什么东西 完了之后呢 这是他盗窃的证据 就当时说这是证据 结果后来他请了律师 他们律师去查这些政府的证据 之后发现 他政府起诉书说的东西 和他在这个四这个电邮里说的东西 完全不是一回事 结果当时是就被指控盗窃这个 这个东西的发明人 自己亲自来写了一份证明书 说这两个完全不是一样的东西 一个是不能出口的 一个是能出口的 一个是别人的 一个是他自己的 那么这样的话呢 20天21天之内 联邦调查局司法部就说 那好 我们这个证据 没有证据这是错的 然后就把这个起诉给撤销了 所以昨天西小星和另外一位 就也是被指控之后 也是被取消了的 那个水利专家 清华毕业的陈霞芬 就在记者会上就谈了 他们个人的遭遇 所以他们说起来也是蛮悲惨的 就这么说吧 那他们两位现在有什么样 下一步的导致怎么做吗 西小星的情况还比较好 因为他是天埔大学的 他有终身教职的教授 所以他原来是系主任 系主任被撤掉了 但是他现在还留在学校教书 而学校跟他说 他说我们是无罪推定 我们不会认为你是有罪 就在法庭判罪之前 我们不会这么对待你 可是陈霞芬的情况就必要 他是给联邦政府 给美国气象局工作的 所以即使在这个起诉 被撤销了之后 联邦政府还是把他开除了 所以现在看来陈霞芬 恐怕会继续打一个案件 就是说要找回自己原来的工作 而西小星 他们没有说他们下一步 会不会提出控告 是 那我想请教一下 这个韩晓博士 我们看到刚才这个 光晓博士也提到了 除了西小星之外 还有这个陈霞芬 这个案件是被撤销的 但是我们同时看到 另外还有其他案件正在进行 例如天津大学的教授张浩 旁卫这几个人 他们案件的证据是比较确凿的 另外我们也看到 还有这个NASA的李荣新 这个的案子 也是现在还在进行调查 所以说不管是说已经撤销的 或是还在进行调查的 或是证据上比较欠缺 或是比较充足的 我们都看到最近有很多 这些怀疑人士遭到起诉的案子 为什么最近会越来越多 有这样子的一个案件呢 这个美国联邦大学 反监机构的最近的这个报告 最近的这个讲话表明 他们认定中国 就是去年一年 这个间谍案件 尤其是间谍案件 上升到大概是53% 这个他们做的一个调查 对160多家公司 美国公司进行调查 发现这个95%以上的 这种这个经济案件 都是来自中国的 现在他们基本上 这个联邦政府 基本上认定了 这个中国的这个间谍活动 实际上对美国公司 对美国政府构成 是最大的威胁 那么中国在美国呢 也有非常非常庞大的一个间谍网 实际上我觉得西小新啊 还有这些很多的 这些被撤销的这种案件的 在很大程度上 是中国这个活动的 这个一个牺牲品 就是间谍活动的一些牺牲品 中国因为收集情报 是有点肆无忌惮了 尤其在经济情报上面 因为当然可能不完全 就是说是中央政府 中央的这个一个政策 下边的这些公司啊 或者是其他的这些部门啊 都是利用网络也好 利用这个特工也好 非常的肆无忌惮地 在美国收集这个证据 收集这个情报 所以我觉得这个 从我自己觉得呢 这个数量上来讲 现在起诉 美国联邦政府起诉的这个案子 好像并不是很大 跟中国的这个活动啊 和中国这个庞大的这个间谍网 相比较起来 这个案子是非常非常的 数量是相当少的 并不是多 所以听起来只是一个 冰山的一角 非常小的一个一角 那么现在的问题呢 最大的问题就是 美国这个反监机构啊 他这个体制非常的不健全 那他面对这样庞大的这个间谍 这个网络 他不知道怎么样应对 他没有资源 没有这个领导人也不是 不是很认真的重视这个问题 然后没有人才 大部分的这个这个 这个他不了解像中国的文化 不了解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整个的机制 也有没有资源 也有没有这个预算 就是根本没法来应对 如此庞大 如此这个精工性的情报收集活动 那我想请教一下 光雅博士 就是刚才这个 韩文雅博士所提到的这个部分 美国的这个反监制机构 情报的人员是否对 反这个反中国的间谍这方面 还有很多不足的地方 不管是语文或者是文化 或者是在技术方面 都没有办法来来做这个成功的 或成熟的一个反间谍工作 这里在我看了 中国确实收集商业情报的 那个情况很厉害 但是美国的这个反间机构 其实应该像西小星 他们这样的就是美国公民 而且他们就他们是专家 这些人应该是美国政府合作的对象 而不应该是打击的对象 我觉得就是说 你要看看美国科学界 如果美国科学界没有了华裔面孔 美国科学界是个什么样子 是不是 这美国科学界和美国其他各界中 美国现在是330万的华裔 这些华裔中有大量 非常忠诚于美国的人士 也非常热爱美国的人士 但是你要看联邦调查机构 调查人员中 显有能说中文的 而且基本上没有什么人是知道 中国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那么实际上你这个 作为一个联邦政府机构 这就有一点这个调查中 你就显示着对来自中国的公民的一个 很基本的不信任 当这种不信任发生的时候 你很容易 其实对国家是很吃亏的一个时间 你想想 那你认为说 例如说像西小星 陈霞芬这样子的案子的话 对于第一个是 大部分你所说我们所有无辜的这个 从中国来的移民 成为美国公民的这些华裔人士 还有其他的正在进行的案件呢 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这在华裔科学界已经 现在已经造成了相当不好的影响 我是跟一些华裔科学家 就是当年我们北大 还有旁边清华的人 出来的同学谈过 大家都说以后跟中国合作 我们要小心 但是实际上科学是一个无国界的东西 很多时候是需要合作的 所以西小星说了一个很重要的 他学校不断地叫我们去合作 学校鼓励我们合作 政府的各种科研机构 也在鼓励我们合作 而且跟他一个项目合作的 大多数是美国人 但是一方面你又因为合作 遭到调查 这使他科学界无所 华裔科学家尤其是 有点无所适从 所以我觉得这里头 也是有一个很清楚的教训 就是国家应该有怎么样的一种 就是一个政策怎么做法 是不是 否则你说华裔科学家 咱们很自然的 会跟你来的母国有比较多的联系 这不光是中国 当年美国也抓了一些以色列间谍 是不是 当然也抓了一些来自苏联的间谍 都会有类似的问题 有些人会为母国去当间谍 这是会的 但是我相信绝大部分的华裔科学家 其实是非常效忠这个国家的 是 或者是要补充 我就是我对小夏有一个补充意见 我就是觉得这个华人科学家 在美国是非常大的一个群体 这些人呢 我认为大部分都是一个对美国 是忠诚的这些个美国人 华裔美国人 但是我们要看到另外一方面 这一批华人科学家 正好是中国情报部门关注的重点 因为他们很容易 从他们这些人里头来切入 获取美国的这个科研的第一手资料 这种情况已经是几十年 一直是这样的 不是说今天是这样 现在呢 就是更加的这个事无忌惮 更加的这个有进攻性 那么作为华人科学家来讲 首先你必须要站稳自己的立场 要有你的忠诚在什么地方 你自己要把握 同时呢 要学法 学法 知法 尽量的不要被那些个 这个私立 被那个这个经济利益 蒙蔽自己的眼睛 那么你否则的话 你要承担这个法律后果 这个我觉得特别要小心 因为中共对这些个 华人科学家进行 纳拢诱惑 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像这个 华人科学家一定要提高警惕 不要轻易的这个伤到 韩博士我想接启让你 我们知道之前这个中国黑客 不是黑了这个美国联邦 政府雇员的所有的资料吗 这个OPM 所以说会不会这个中国方面 也利用这样的一批资料 来针对曾经在美国里面 取到这个clearance的 这些华裔的科学家 或是知道说他们还有家人 还有亲友还在中国 那面对这样的情况的话 是否要怎么来应对 对 这个好像是中方的媒体 中国的媒体就是说 这个怕美国之所以这样 采取那么激烈的这个反应 就是怕他们在华 在中国的这个间谍暴露 实际上不是那么回事 最大的问题就是还是 这些联邦政府工作人员 他们的所有的这个信息 都在那个里边 这些信息呢 比如说在华裔的这些人 那么他们 你在做这个所谓的 安全审查的时候 你必要披露 你有什么这个弱点 你什么有什么这个东西 在中国或者是你的亲戚朋友 可能会被人家利用的 这个信息都是要披露的 那么如果是中国 中共掌握这个信息 他很容易利用这个信息 作为一个杠杆 或使这些人呢 为他服务 这种事 这个是最大的一个威胁 是 小夏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是觉得 这作为一个华裔 我也是华裔联邦政府的雇员 这里头很容易陷入一个 我们很为难的状态 就成为一个夹心饼 特别像我们在这里工作 是在那个被中国方面 可能认为你们这是都 卖国贼都跑掉了 是不是 你们为美国政府说话 你等等 如果在美国方面呢 也被人用有色眼镜看 这是很困难 从人的角度说 像西小新他们家这样 一早上去这个 整个家里是遭到了 就是非常大 两个女儿的这个翻箱倒柜 然后你看两个 两个年轻的女儿 看着爸爸被戴着手铐带走 走的路上 就都说这是中国间谍等等 这人的 就对人的损害是非常大的 我是觉得这里 因为陈像 陈霞芬也是这样 丢了工作 丢了所有这个 然后那个还 就生活来源都没有了 所以这样的话呢 你这些专家 其实是美国很宝贵的人才 美国能发展起来 美国要有今天 真是有很大很大程度 或者说大部分 真是依靠全世界各地的人才来的 那么我想 中国现在就从移民数字来说 中国已经是美国 就来美国移民最多的人才了 最多的国家 就超过了墨西哥 那么你可以看 中国来的人才中间 有多少是高端人才 这些高端人才 是美国需要的人才 所以我觉得 这美国政府 应该有比较明确的政策 是的 好 谢谢光晓晓博士分析 我们现在线上有几万的观众朋友 我们现在接听他们的电话 听听他们的意见 首先请湖南的李先生 李先生请说 喂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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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为这个 对这个华裔 国学家的 不起受受受限好受 如果他们起受的话 那是一种愚昧 反正上了年纪的人 都知道中国的体制 中国是什么体制 它不是民主体制 它是一个专制投资 它要你的时候 就跟它擦手 用手 卫生巾一样 擦手的 要不就扔掉 要不呢 倒是什么要注意点呢 没成熟的 到中美国留学的那 青年人会共产党利用 那的可能性比较大 好的 谢谢湖南 所以我讲的就是 谢谢 是 好的 谢谢湖南 李先生的意见 接下来我们请的是 河南的陆先生 陆先生请说 好 大家好 你好 我首先给这个 汉先生提个意见 你说谓的这个 中国在美国有大量的间谍网 是美国政府 有没有根据公布出来 或者你从哪里知道的 这是一个 你这个 出境很屏障 很多 你有没有 美国职员给你有没有保重 你怎么卖力 另外你是哪里博士 好的 好的 谢谢 谢谢湖南 陆先生 您的前面两个问题 我们待会请韩恩博士 来给您进行分析解答 最后我们来请北京的周先生 周先生请说 你好 你好 我觉得美国政府的 这个目前的做法 这些年这个对于 作为中国共产党这一块 批语应付 这是和他当年的 这个错误政策 有直接关系 比如说1946年 美国政府动文 对这个苏联 包括中共 采取绥靖政策 49年呢 又容许这个 共产党成立政权 然后69年呢 就由这个 苏联要惩罚这个中共 69年准备用核武器轰炸 美国又是限制这个苏联 使用核武器 我觉得有点仁慈过度 富人之仁 最后反受其害 导致了90年代之后 这个批语应付 没有什么好的招 我认为目前来说 美国政府应当让台湾 让中华民国政府 进入联合国 这是一个正道 台湾进入联合国 这样可以一石双鸟 这样的话 维持中国的正统的 传统的这个中华民国的体系 同时呢 对这个中共这一块 形成巨大的这个 暴力上也好 或者说政策上的压力 然后呢 经过一段时间 这个台湾这个 就是台北这个政府 然后经过这个 一段时间的努力 我想 这个民族的体制 会逐渐地压倒 这个中共少数人的独裁 好的 谢谢北京的周先 美国的政府 对手提害 好的 谢谢北京周先 您的意见 那我们先请这个 韩博士来回应一下 刚才河南陆先生 他对您提出两个疑问 对 到底是 就是说这个 我的信息从哪里来的 那我 我的信息呢 主要是从中共这个 叛逃 所谓叛逃出来的 这个企业的 这些国家安全部的 这个人员 那么这个 还有这个美国的 政府的报告 美国政府的报告 在美国联邦调局 最近的这个 一个发布的 一个消息上面 讲得非常清楚 就是说 中国的这个 间谍活动 已经构成了 对美国经济 对美国社会 构成了最严重的威胁 这个少无疑问 我觉得就是 应该是 没有什么问题的 那我自己接触的 也很多 也不少人 我也前不久 刚跟一个 搞这个 医药研究的 一个公司的 这个老总谈话 他们十几年来 他们的这个电脑 这个数据信息 不断地 来自 中国的这个攻击 把他们的 大量的信息拿走 他就问我 他说 他们拿这个信息 有什么用呢 我们这个都是 这个叫做 Mega Data 就是非常非常大的 那个海量的 这种数据 我说这个就不知道 他可能有很多 不同的分析 不同的什么东西 那我想回应一下 这个第一个打电话的 那个 那个湖南李先生 谈到 就是说 中共经常的 就是说 把这些特工人员 要用力的时候 就用力 不用力的时候 把那些球扔掉 这种情况 我觉得是 非常的 这个 很令人伤心的 就是说 我说 我的意思就是说 不要去为中共 做这个间谍 为什么呢 我们看到 这个八十年代的时候 这个金无怠 金无怠当年 在这个中央情报局 是为中共提供了 大量的信息和这个情报 那么最后呢 被捕 因为这个可能是 于长生的这个 所谓的这个举报 被捕以后就被判了刑 判了刑 当初呢 他就是为了向 求助中共 向邓小平写信 向中共中央写信 要求他们来解救他 然后呢 当时呢 美国也打算的 用这个金无怠 来替代 替换 交换 一个美国的这个间谍 但是中共 一口否决 邓小平 这个胡耀邦 还有这个李肇新 这些 一口否决 我们根本没有 这样的一个间谍 怎么怎么样 最后导致金无怠 在狱中 自杀 身亡 这种情况非常多 然后你要说 过去的这个 这个派遣年的情况 也是一样 中共跟日寇勾结 派他还连去 跟刚从林次接洽 跟汪伟政权接洽 结果 见证以后 又给他 说他是这个 叫特务 说他是汉奸 删奸 这种情况非常多 那么在 他因为他这个 整个体制 就是说 你是只是一个小棋子 他可以随时牺牲你 所以我觉得 这个海外的 这些华人 尤其是 这个科学家 掌握核心的 这个信息的 这些人 要特别的注意 防止这个利益冲突 防止被共产党利用 要知法 要遵法 要遵守法律 然后呢 这个要保持自己的 这个立场 不要轻易的 被那些 所隐喻 我觉得这一点 很重要 即使你成为 共产党的 这个间谍以后 他要扔你 随时可以把你扔掉 关系小博士 我想接着请教你 就刚才 韩林曹博士 所提到这个 也包括刚才 湖南里先讲到的 中美两国的 这个制度不同 我们知道 这个西小新 在您的访问当中 也提到 他说相信美国司法 也很高兴 美国的法律制度 起到作用 所以说对于 这个案子本身来看 来比较一下 美中的这个 政治的制度 跟法律的制度 可以看出什么 正面跟负面的 一个态势 这里有几个 西小新本人也就说 如果在一个专制国家 那就完了 那么其实中国 我们看到大量的 冤假错案 这一拖 就是十年 二十年 三十年都有 而且甚至是 一辈子不得翻身的 这个政府打过谁 一般是不怎么认错的 除非这个政权有 比如说 打倒四人帮 有一个很大的改变 否则政府是不认错的 而美国这里 倒是一个司法制度 就是说 他最后 即便没有这一次 就是说 这个对方专家 能出面作证 什么 那么上了法庭 陪审团也不会 让这种证据成立 因为这个证据 本身不成立 当证据不成立的时候 你这个司法体制 这个美国的司法体制 还是相对 就是很公平的 所以你上法庭可以说 你这个是一个法治国家 和一个不是法治的国家 是有很根本的区别的 那么就接着 刚才做了中国那个间谍网 我们也可以看到啊 就是说 我们在华盛顿是感觉非常明显 就是中国大使馆 和中国的工作人员 跟这边的 就是这边的学生 中国以前和前留学生 接触非常非常的密切 而且号召大家爱国 尽管中间已经 大部分人已经是美国人 那么其实爱的应该是美国 你加入这个国籍 而有很多时候 他用的这种办法 包括是当商业利益 包括是这个 回去以后各种谁接见了 什么等等等等 爱国华侨回去了 这其实是有挺大诱惑力的 因为有很多华人在这边生活 有时候难免就是跟主流社会 有点隔阂 所以这个中间 我觉得作为华人本身 我们在美国 如果你是宣誓 就只宣誓成为美国公民 你就应该是像一个正常的 美国公民那样 效忠这个国家 这是很重要的 还有陈霞芬说到一点很重要 就要提醒大家 他在会上说 他说他开始的被抓了 我觉得自己很无辜 连律师也没有请 后来发现请律师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谁要是有麻烦 赶紧请律师 这是他在会上说的 其实这也是美国司法制度里面 一个很重要的一环 就是你要有这个检方 但是你也有律师这方面 这位是律师 他可以看看 对 我觉得要知道这个法律 然后知道怎么样用法律保护自己 这个非常重要 因为很多海归 很多华裔科学家 回到中国 受中国方面的审查 认为他们是美国的间谍 回到美国的 又受美国联邦调查局的审查 他们处在一个非常两难的地位 但是同时 这些人又正好是双方的 需要收集情报的一个主要目标 所以我觉得他们要特别的 要留心 要防止这种利益冲突 要保持一个很好的道德操守 不要轻易的上当受骗 被人家利用 在我们接下来继续接听 几位观众朋友的电话之前 我们再请教一下 龚小夏博士另外一个问题 我们知道说 这一次联合国大会要开会 美国代表团 还有阿瓦马总统 都不会入住 这个华尔道夫酒店 就是因为这个中资 进入了这个酒店 此外 这个美国驻联合国大使 本来的住处 是在那里头的 据说也可能会有所搬迁 那你之前也做过 所谓的中国的资金在美国 在这个美国扩展投资的 一个项目的一个专题报道 所以这样子的中资 进入美国之后 对美国的安全 对美国的间谍 对这样子的隐忧 是不是会更加的加剧 产生更大的影响 其实我倒不太觉得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因为什么呢 因为中国公司 在我调查的发现中 你进入美国 如果你想成功 那么你一定要成为美国公司 从管理人员到上下 就基本上是非常美国化的 所以我觉得 你要看看现在美国的大公司 有多少 其实是外国公司 那么在中国有多少 中国公司 其实是外国公司等等 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 我觉得这种情况 我倒是不太担心 但是在也是这个全球化时代 其实商业间谍 就是窃取商业机密 这要容易很多 但是像窃听这种事情 我倒是不太担心 所以你觉得说这一次 这个奥巴马政府是太过担忧吗 就是如果不去入住 太过我就变 但是如果它是做一个象征 那我觉得也是 也是可以理解的 就是说你象征性的 做出这个动作 说我们 我们对你们有这个担忧 我觉得这个倒也无可厚非 是好的 那我们线上还有几位的观众朋友们 来接听他们的变化 首先请的是河北张先生 张先生您好 请简短发言 是我吗 是 张先生请说 喂 是我吗 是 您请说 张先生请说 我说说啊 我看出来了 看你那个节目 你们这个节目 美国之前这个节目的主持人 跟这家庭啊 都是美国反华势力的一群狗 是 好 谢谢张先生 您这个对间谍这个案的话 没有任何反应 没有意见的话 那我们正好把时间 留给其他的观众朋友们 那也请我们的观众朋友 打电话进来的时候 请您要文明发言 谢谢 我们接下来请的是 天津的郑先生 郑先生请说 我那个 很赞同那个 开始说这个 要了解中国的文化历史啊 中国这个 有的这个 未达到这个目的 是不只手段的 我不说 这个中国文化里头 有这么一种 而且美国不能把这个 像麦卡锡一样把这个 打击华与扩大化 要针对这个重点的 回忆重点的应该 不能把一穿 一干的把一穿 都打下来 这是伤害这个 华人感情的 所以要是 人马调查局一定要 去了解中国的这个国情 中国的历史文化 这个这个 这个情况 这才能更好的 从事反戒截 我就是谢谢 好的 谢谢天津正仙 我们最后请吉林的 吴先生发表您的意见 吴先生请说 是我吗 是的 吴先生请说 我认为这个美国的 纠错几率 很值得中国政府去学习 你七小星这个案子 二十多天发现错误了 就及时纠正了 你看我们中国这个 呼吸力图案 十八年前就判错了 在十年前发现 判错之后 你就是说到十年后 他给人家平反 这个效率上 到底美国得 他一千倍都不及 再说文化大革命 你打倒了那么多的 这个又刘少奇了 又是邓小平了 又是这个彭德怀了 就当这个毛泽东死后 毛泽东打倒了十多年 毛泽东死后 邓小平升上台了 还能得到平反 你还有现在那个 六四的这些领导人 六四的这些英雄们 那你说什么时候 他们能回国 他们就能得到平反 到底就是说 这么觉得 他打错了 但是他知道错 他也不平反 所以这就是 非常让人生气 好的 谢谢吉林 吴先生您的发言 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 只能打断您的发言了 不过我们听到您的意见了 我们最后请观察下博士 给我们做个总结 尤其是顺便回应一下 刚才天津正仙的一个疑问 他担心说 这个所谓的迈卡锡主义会再现 你觉得现在的美国 是否跟当年的迈卡锡的时代不一样了 会比较理性地来看待这个问题 第一是时代是不一样了 现在美国是个非常多元化的国家 那么就迈卡锡时代 你要看到就是这个白人和黑人 这个比例吧 就少数主义比例是很低的 现在比例相当高 所以我觉得现在美国 是一个多元化开放的多的国家 好的 谢谢观察博士的分析 关于时间 因为时间的关系 关于美国华裔学者 屡屡被指控 间谍罪的讨论 先告一段落 非常感谢 感谢观察博士的分析